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呂志華 今日我想跟大家講講兩宗本地的新聞 首先第一宗是港大學生會評議會 雖然較早前很快地逐出回應 向公眾道歉 但原來校方是不收貨的 校方準備繼續跟進這件事件 校方亦不承認學生會在香港大學的地位 另外我要講的另一宗事件 在江城者製造炸彈案件之中 警方繼續拉人 而且拉得更加多的學生 這些學生原來都是中學生 他們都參與了這件事 從這件事我們看到些甚麼呢 我就想在這條短片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未答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 免費的呂志華聲音雜誌頻道 以及給我一個Like 以及按鈴鐺 另外亦都希望大家能夠將這條片分享開去 多謝各位 字幕志華聲音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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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近日從那些報章或坊間評論中看到 今次香港大學學生評議會 他們就去較早前作出那種有違國安法的舉措 即是說他們向一個行色警員的兇徒致哀 以及說他們為香港人犧牲 這番言論是為社會贖不容的 所以他們都很快知道出了事 因為這班學生評議會裡面的幹事和成員 立即突出回應 大家都是在傳媒鏡頭之下向公眾道歉 只不過這個道歉有沒有誠意呢 以及他的道歉背後是否另有含意呢 最近很多評論都說了 例如說他們穿黑T 又說他們這件T-shirt背後 就是寫了一些說話 在這些說話裡面是有原外之音的 我這條片就不再跟大家分析這方面的事 但是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有些人就認為 現在香港大學校董會 是繼續跟進這件事件 是不收貨的 以及特首林鄭月娥就批評這班學生 就說他們嚴重地違反了道德底線 以及認為學校方面是應該繼續跟進 以及也認為警方或國安安全是應該跟進事件 為什麼大家會認為這是阿爺的意思 是阿爺不收貨呢 我們作為藍營的人 我們一定要堅信香港現在都還在奉行一國兩制 如果我們認為這一宗事件都要說阿爺收不收貨 香港那班高官和和這件事件有關的香港大學校董會 都要讓阿爺下了命令才敢做事 那麼香港起不時就一國一制 以及如果這樣說起不時就正中拜登下懷 因為拜登現在已經是一口咬實 香港是沒有了一國兩制 以及拜登也都口口聲聲地說 就說現在北京已經完全控制了香港 行政、言論、甚至是所有事務 如果我們都是這樣說 都認為這種事件是阿爺不收貨 所以現在香港大學校董會和香港的高官 才會再跟進事件 那麼我們的看法、我們的立場 不像跟拜登完全一樣 跟美國的政客完全一樣 所以我是不同意 因為阿爺不收貨 所以香港的高官和港大校董會 才會再繼續跟進這件事 我認為這件事是因為過不了香港大部分市民的良心 因為這件事真是違反了人類道德的底線 所以那些香港的高官 就算你多懶也好 就算你怎樣思維素餐也好 都不能夠呢 就是現在來說 隻眼開著隻眼閉 好像以前那樣 完全不聞不聞 任由事件不了了之 至於港大校董會方面 為何現在仍然繼續咬著這件事不放呢 那我就相信 是因為校董會也知道 這件事如果處理得不妥當 將會是嚴重影響香港大學的聲譽 甚至將來來說 是沒有國內的留學生來香港留學 會嚴重影響未來香港大學的前途 亦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香港大學校董會會繼續跟進這件事 另外大家也看到 根本這班學生是違反了國安法的 如果違反了港區國安法 香港大學入面校董會的成員 可不可以完全是不理會這件事呢 有學生犯了法 他們可不可以完全是就手不利呢 是不可以的 所以他們一定要將這件事處理妥當 才可以向公眾作出一個交代 那現在香港大學方面 它作出什麼行動呢 首先第一點 現在香港大學就是不承認 學生會作為獨立註冊社團 在校內的角色 以及批評學生會、評議會入面 這些嚴重的不當行為 他們就表示 會按大學程序嚴肅表查事件 根據調查結果 就是對攝氏的學生作出進一步處理 我相信校方現在這樣跟進是相當恰當的 但是呢 我就希望校方不要斧頭蛇尾 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等事件刁淡了之後 結果就不了了之 過去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 那些學生在學校裏面 做了些犯法的事 做了些違規的事 校方初時來說 都是嚴加指責 以及都會採取一些行動 但是當事件刁淡了之後 結果就不了了之 我希望今次這件事件 就不要好像以前那樣是斧頭蛇尾 如果校方繼續是這樣 就會縱容學生 令到他們不尊重法律 令到他們會繼續做出一些違法的事情 我就覺得校方如果調查結果 就知道那些學生真的犯了法 犯了校規的 就應該開除他的學籍 就不准他在港大裏面繼續升讀 第二 校方現在就說 他是不承認學生會 作為獨立註冊社團在校內的角色 換言之 現在這個學生會在校內 可以說完全已經廢除了 就完全不能夠發揮到 好像過去學生會那樣的作用 好了 學生會前會長 一個姓張的同學 他就表示 他就說 校方的態度處理方法 是十分之橫無理的 根本就是以言入罪 以及就是令學校校內 失去了言論自由 大家看到了 這班學生 或者甚至可以說 這班香港的黃絲 香港這班港獨分子 經常都是禮橫折谷 經常都是用一些歪理 來將他們違法的事情 說到就是合理化的 首先 什麼叫以言入罪呢 根本你們現在就是違反了國安法 行政會會議成員 湯家驊所說 你們是違反了國安法第27條 如果你們違法 因為這樣而觸犯法律 現在對你們進行懲處行為 那怎麼辦以言入罪呢 如果真的香港有以言入罪 我相信香港百多年 由港英政府以來都有以言入罪 因為香港法律裡 有一條叫做誹謗罪 只要你的言論是不真確的 是傷害到別人的 那你都是會有罪的 那為什麼香港有誹謗罪 你就不說是以言入罪呢 那現在你們做出違反國安法的事情 你們就說是以言入罪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永遠都是用歪理去解釋自己的犯罪行為 還有他竟然夠膽說 現在學生會所做的事情 只不過是反映社會的言況 現在我告訴你 社會的言況就是 大家都認為你們這班人十分可切 你們這班人是喪失了人性的道德 社會言況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反映社會言況 你就應該老老實實地向大眾承認 自己較早前所作所為 是一種犯法的行為 如果你夠膽這樣做 你們才是真真正正反映了社會的言況 因為社會現在所有人都不容許你們這樣做 大家都認為你們是喪心病狂 你想想如果你在美國 如果你夠膽這樣做 你同樣來說你也是會犯法 同樣來說你也是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覺得現在無論校方或是政府方面 甚至是警方一定要嚴肅地跟進這件事件 所有是違法者一定要承諸於法 這個做法是給學生知道 香港所有大學不是學生犯罪的庇護所 不是學生犯罪的金鐘罩 任何人犯罪都需要承諸於法的 尤其是你們已經是成年人 你們不要犯罪的時候 你就是成年人 但當你要承受法律責任的時候 你們又再扮回小孩子 再扮回孩童 企圖利用這樣去免受刑責 好了,講完了這件事件之後 然後我就想講一講 較早前警方破獲了江城者製造炸彈這件事 拘捕了很多人 但拘捕行動並未結束 計本月初拘捕了9人之後 昨天7月13日 警方又再拘捕四男一女 在拘捕幾個人裡面 其中有一名37歲的男子 她是姓林的 她是任職英枉集團物業部的經理 另外拘捕了三名學生 一名姓楊的女學生是17歲 她是香港一間港島區一間很出名的女校 這間女校已經有百多年歷史 而且過去的百多年裡面 是孕育了、培養了香港很多政治人物 另外也拘捕了兩名 分別就是15歲姓羅的 以及19歲姓鄭的男學生 她們在事件之中 這兩名男學生是負責行動的 至於17歲姓楊的女學生 她就是金主 她是負責給錢他們去行事的 從這件事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拘捕的絕大部分都是中學生 這一點來講 令人相當吃驚 這件事也反映了 香港的教育的確出現了問題 而且出現了極嚴重的問題 我相信教育局局長楊潤紅是責無旁貸的 當然冰封三隻非一日之汗 我相信今天這種局面 當然不是楊局長一手造成 之前那些局長個個都有責任 為何香港的教育竟然 教出一班喪心病狂的兇徒 教出那些是泯滅人性的人渣 我相信香港的教育制度 現在不是小收小補 是應該切頭切尾的改革 雖然我們現在已經將通識科方面同身改革了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不足夠的 我們還要從根本方面去改革 首先就是那些教師 我相信那些教師 現在無論是將來入職或在職教師 都應該是宣誓的 另外他們的政治取向和他們的人格 他們的品格都應該是審查的 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是將我們的下一代 交給這些老師教導的 我相信沒有人是想將自己的子女 交給那些品格有問題 人格有問題的老師 讓他們教育我們的下一代 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制度 如果不是切頭切尾的改革 我相信未來香港很多犯罪分子 都還是中學生 都還是那班大學生 我們的下一代 不是社會未來的動良 是社會未來的犯罪分子 多謝各位 我們這邊會有些時候